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被TVB高层看好 因为当时的大环境还是以古装剧为主 但是没想到剧集播出之后 造成了万人空向的盛大场面 该剧于1980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 1985年被影进内地 在首播了十年后 这部剧还能在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举办八十年代十大电视剧集评选中位列第一 足以建的这部剧的地位 该剧以民国年间的上海为背景 描述了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 以及许文强与冯澄澄之间的爱情故事 受限于资金 这部剧从开拍到结束 没有一个场景在上海取景 但是却一点不会给剧迷带来违和感 究其原因 无外乎两个扎实的剧本和演员的演绎 周润发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因爆国无门而不得不加入上海滩黑帮的许文强 他身上比如一般黑帮人物 带了点尖一盒忧郁 还有良心未敏 其实最开始 许文强这个角色重义的并不是周润发 而是当时大火的郑少秋 但是由于郑少秋身体不好 才推荐了25岁的周润发 谁曾想就这样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许文强 此外 赵雅芝的冯澄澄 丁力粗心莽撞 冯靖姚老坚剧花也都演绎得十分到位 整部剧看下来 上海滩已经不只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上海民国时期的缩影 这个故事里 这个时期的上海 有流氓 大亨 也有平民 间谍 有像冯澄澄一样的女学生 也有像方艳雨一样的交际花 Top4 神雕侠侣 首播时间1995年7月31日 豆瓣评分9.1 在90年代众多引进的TVB金庸剧里 95版神雕侠侣获得了最高待遇 剧集的主题曲在引进时重新制作了主题曲 原本由周化剑和奇遇合唱的 粤语版神话情话换成了由小柯作词作曲 胡冰和希丽奈一共同演唱的归去来 而这个举措则是开创了引进剧的先河 95版神雕侠侣有多经典 想必不需要再多说 当时还是平平无奇的白骨 无论从气质还是扮相都无可挑剔 完美还原了一件洋过物中身的人物设定 但事实上 这部剧在开拍前并不被看好 原因无他 朱玉在前 1983年 由刘德华 陈玉莲主演的《神雕侠侠》里 在港播出时极为轰动 开播后还创下了90%的收视率 拍摄期间金庸先生还亲自探班 并且给出高度肯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翻拍 无疑是迎难而上 当初古天乐还是新人演员 但兼制兼导演的李天盛认为 古天乐的人生经历和杨过有不少相似之处 于是竭力推荐了古天乐 而古天乐也不负所望 首次出演主角就展现不俗的演技 尤其是讲青年杨过的敏感玩烈 狡猾叛逆演艺的淋漓尽致 毕竟尽管现在看姑姑和过儿童矿 还是能让人发出尖叫的 Top3 射雕英雄传 首播时间1983年5月24日 豆瓣评分9.2 上世纪90年代 TVB对金庸先生的经典武侠作品 进行了一次集体大翻拍 这一次翻拍的金庸剧由李天盛担任总监制 包括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李 笑傲江湖 天龙八部 陆顶记 雪山飞狐 碧血剑 得益于无可挑剔的选角和极为用心的拍摄 这次的翻拍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其中95版神雕侠李 97版天龙八部 98版陆顶记都拿到了金庸改编剧里的最高分 但83版的射雕英雄传 还是以0.3的微小分差打败了94版射雕英雄传 成为了无可撼动的最高分 如果说95版神雕因为古天乐的神仙选角 让这部剧加了不少分 83版射雕出力最多的应该就是饰演黄荣的翁美龄了 黄荣的角色其实是最后才定的 起初TVB考虑的是当红女演员赵雅之 汪明泉 欧阳佩珊等人 结果因为各种原因都不合适 最终TVB决定采用海选的方式 从3000多人中拟定了四位人选 分别是陈复生 黄曼宁 黄姓秀和刘洪芳 没想到最后黄荣这个角色被翁美龄给拿下了 但是翁美龄娇俏可爱的黄荣 却依旧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不管是不是情怀加分 这部剧在观众心中的地位显而易见 Top 2 男亲女爱 首播时间2000年2月21日 豆瓣评分9.3 男亲女爱绝对是一部神作 这部剧在2000年开播的时候就创下过收视神话 在飞黄金段播出 平均收视却能拿下35% 最高收视甚至达到了48% 至今仍旧是TVB收视神话之一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的证明这部剧在当年的火爆程度 剧中男主人公的爱好是在家里养蟑螂 这部剧播出之后 香港不少市民也开始养蟑螂当宠物 口味很重的呀 时隔20多年 这部剧还是老港剧迷的压箱底收藏 时不时就会拿出来反复观看 被称作是领先时代20年的神剧 男亲女爱是由徐正康监制 郑玉玲 黄梓花 肖亮 邓建宏 怨穹丹主演的情景喜剧 全剧共100集 讲述了两个本来是南辕北辙的人 阴差阳错地走在一起 复杂微妙的感情关系 引发出一段段风趣幽默 轻松爆笑的故事 两人在人设上自带反差萌 再加上互相碰撞产生的火花 让两人之间的故事变得很有看头 另外 这部剧还有一个出彩的地方 就是台词 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 基本上都是出自黄梓花之手 像是无敌是寂寞的 我是帅哥 再给你一个荷尔蒙内分泌失调魅力大奖 现在粗言比尊严都贵 在法国 连要犯的都会说法文 没有人可以这么跟我说话的 除了发薪水给我的那位 我要骂人会直接骂出来 不会做鬼脸这么含蓄的 Top1 大时代 首播时间 1992年10月5日 豆瓣评分9.3 大时代拿下最高分 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部毫无争议的神剧 被称作是港剧永恒的经典 古坛巅峰的大作 堪称港剧天花版 1992年 香港TVB邀请维嘉会担任监制 召集郑少秋 刘清云 刘松仁 蓝杰英 郭矮明 周惠敏 李立珍 邵仲恒 陶大宇 吴启明 郭震宏等全明星阵容 拍摄了时装商战剧大时代 他的故事内核并不复杂 以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香港金融市场为背景 透过方家与丁家两个家庭 两代情仇 充分展现了名利与原性的纠缠 在这部剧里 刻画了太多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有冲动蛮横 极度偏激的丁谢 全家惨遭迫害 拿到死亡剧本 却靠炒股击败丁家的方展博 由始终保持善良 最终还是凄惨离世的罗惠玲 有为人吝啬 与方展博日久生情的小犹太 以及办事果断 不择手段 将心爱之人从楼上抛下的丁笑蟹等 其中由郑少丘扮演的男主角丁谢塑造地尤其成功 被剧迷称作是所有港剧中最成功的反派 没有之一 他满口的人意道德却极端的自私自利 抛弃弃子 误会好兄弟方尽心抢夺自己的心上人 于是将其打成白痴 潜逃后又再次杀人 利用法律漏洞躲过牢狱之灾后 歪打正着在古市捞了一身富贵后 最终还是在与方展博的对赌中惨败 当大势已去 他竟然带着四个儿子跳楼自杀 丁谢报仇点到极止 丁谢报恩家破人亡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极其复杂 纠结与黑暗的反派人物 竟被郑少丘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除了丰满的人物之外 大时代还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职业剧 他为观众们真实展现了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香港股市 从剧中衍生出的丁谢效应 甚至影响了现实的股票市场 其实这部港剧天花板 在当年播出的时候 因为收视不佳 还从黄金档调到了非黄金档 但事实证明 好剧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从以上十部电视剧 就是这些年最受好评的十部港剧 当然 港剧发展的近70年里 经典的 值得一再观看的港剧远不止十部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继续盘点 但是从上述这十部港剧来看 经典好剧集中在了上世纪8.9年代 而2000年之后的港剧 居然只有两部 没想到在当年那的要资金没资金 要技术没技术的时代 在电视剧的制作上反倒最用心 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港剧真的走下坡路了吗 倒也不尽然 我们只能说 相比之下 港剧更多的是在原地踏步 他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剧 用的还都是经典港剧的套路 时代在变 观众的口味也在变 一昧的使用老套路已经不顶用了 所以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剧迷们还等待下一个港剧辉煌时刻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然后让你独立点 中文就更多的 消息depth 感谢观看